吓一跳是吧 这就对了 昨天呢讲到什么 讲到哪啊 这个吴三元应该去到河本 大明府去找这二大爷 陶欠不是余欠 陶欠 没出门啊 走错了 出门就奔镇江了 南远北辙了 又碰见坏老头 把钱给骗光了 卖到学系的那地方去了 总兵府了 他想我这好家 这怎么回事 我太没心没肺了 爸爸腿断了 生死不知 我再学一段会非醉酒 这不像话呀 赶紧跑吧 趁着上厕所的功夫呢 就开始跑 他前边跑 后边提个把就就追 你能跑 你也跑不过马迹 往前正跑来一片密松林 说书的 哎 就爱说密松林 一到书吃 哗就来到一片密松林 这里什么都有 可能说说半个月也在这密松林里 脚下踩着一块石头窝不即可 就半倒在这旁 两匹快马这就到了跟前了 拿着锁链的哗啦这就要锁 万般无奈的叹气高娇一声 我死了无所谓啊 我爸爸这个仇 我爸爸吴彦恒这仇谁给报啊 这一句话管用了 京东一个人谁呀 啊 五台山五台派五教主 也就是啊 吴彦恒他的师兄弟 他的师弟 夜行鬼瞎子流云 他要不听这句话 吴彦恒那他就走了 他也是路过这 一听怎么着 吴彦恒这仇谁给报 他也不知出什么事情 赶紧先救孩子为主吧 拿着马杆一挑 挑到这密松林里头了 接着把这个两个追兵给打发走 回来问这孩子 你哪的 杨州城 你刚才你说什么 我爸爸吴彦恒这仇谁给报 你爸爸吴彦恒 你奔哪儿去呀 我奔河北大明府 找我二大爷 陶谦 这你也混蛋呢 你往北走 你怎么往南走 你怎么到镇江啊 吴彦恒这下子还挺厉害 你 夏叔叔你你你你认识我爸爸 别叫我夏叔叔我不夏 我是你武师叔 我有三宝护身 金钟罩铁步绅 一双飞毛腿 一对夜言 飞毛腿过去说飞毛腿 日走一千夜走八百 我听着都悬 但是每个说书都这么说 咱也咱也不都是真是假 他那个眼睛 你看着是像这个瞎子 其实不瞎 没有黑眼珠 全是白眼 就那么一点点 但是一对夜言 白天跟正常一样 到了晚上 他的眼睛 白天就一样 能看出好远去 你旁边飞个苍蝇 也能分出公母 就这么厉害 我是你武师叔 我就刘云 你没听你爸爸说过吗 这能不说 我们在家 师兄也经常说 你哪个师大爷最混蛋 你哪个师叔 也都这么说 那他在家 他也说过 这可见着亲人 哎呀师叔 报童童 说怎么回事 你跟我说一说啊 就把这个峨眉山 凶僧 往真到夺央州啊 怎么点断他爸爸的腿 这个事情经过了一股一时 就给说了 夜行鬼流云一听 好家伙 呼呼拔牙呀 你也不打听打听 我们也是有人有堆有的人呢 走 孩子走 咱打和尚去 不 找你二大爷去 我说了吧 你这这么厉害 你怎么找我二大爷去 咱们就到那去 就给和尚给杀了 不就完了吗 你这孩子 你不懂事 要说我打 广阵 我肯定能打得过 不费摧毁之力 但是你仔细想一想 俄眉山兴僧来夺央州 俄眉派 这也是吴教主 小米勒和广正 不可能他就他一个人来 毕竟他有后台呀 他也有四个师哥了 别的帮不说大师哥 百话张量广量 这老头我就打不了 一百多岁了 还有两个师父 一颗明月照九州 单展翅红柯 那个是一颗明星照北斗 双展翅红亮 这两大魔头 我就打不了他 他们肯定也在扬州城附近 做潜伏 我把你送到你二大爷那儿 你让他商量这个事怎么办 我呢赶紧 变天下南起北六 一三省 把所有的朋友 所有的高人 全得叫到一块 现在扬州城 这不就是扬州城了 就是刀身窩海 两派之争 弄不好 这两派之间 这就是一场大乱 你知道吗 我三元一听了 那你也打不了 那咱走 咱怎么走啊 呆的钱 也让你坏老头给骗走了 没法走 这你这孩子你 我不跟你说了吗 飞毛腿 我飞毛腿 日走一千夜走八百 说是这么说 那还得吃五顿饭 还得睡三回觉 还得看会儿金瓶梅 我要把这时间都省了去 你甭说 从扬州城到大明府 也就两千多里 那哗一会儿 这眨眼之间就到了 我五三元听着都可怕 两千多里地 一眨眼就到了 这不是说他说到就到 说书的说让他到他就到 三千里 两千里 一万里 一眨眼到 有的就这么几十里路 走三年就到了 要不说说书的嘴呢 嘴快 哎 要说快 说书的还不快 什么最快 各位你回忆一下 电视剧 拍电视剧的那匹匹 说书的还快 正眼着呢 哗 屏幕上写着 三十年以后 一秒钟三十年以后 就过去了 他替我们拜托 哎呀那咱们别耽误了赶紧 奔大名鼠吧 行你你闭着眼 抱着我脖子 千万别睁眼 你一睁眼你就吓死了 太快了 比李李永洁说的神鼓腰鬼还费的还快 比狐狸犹二还快 行 抱着脑子 也不敢睁眼 哎呀 坐坐坐坐 就听这个风啊 唔唔唔唔唔 把人脸吹的伤疼 嗯 没有多大功夫 睁眼 到了 就这么快 一阵一阵 这全是高山 彻彻就是大明府 南直立一北 北直立一南 直立大明府 你看见没有 就那最高的那山峰 那就是桃佳岛寨 你二大爷就在那 我师父 咱们咱们一块去吧 我不能去 我去我就死了 你二大爷的脾气多厉害啊 兴如烈火 怎么着 你四师哥把腿让人给点断了 你把孩子送给我这嘞 你不去 啪一巴掌 我脑袋就没了 那我也不敢去 他一出来他就碰见那坏老头了 他害怕呀 没有关系 三元 你到了这个地方就不要再怕了 啊 啊 桃佳你二大爷 那了得吗 镇三山 翠五月 赶浪不死鬼见仇 大不死的深人 桃佳 提起他来 人人担惊各个害怕啊 没有关系 你这样 你看不看,前面那就是虎台羡羊,就那站着那人,你去你试一试 你说你,我找我二十大一套钱,我在旁边我看着你,我飞猫吞你也知道 刷过你一下就到了,保证出不了什么事情 你问问他,你试试他,让你心里有底 小孩没办法,哎呀,微微诺诺,往里闯,这祸你想想,陷牙过去陷牙了得吗 你看小孩过来,这儿,干什么你,什么地方的闯吗,这么猛龙蛋 上就一巴掌,瞎坏了,我找我二十大一 你找你二十大一,找不着你六舅们,什么地方的闯网里闯 谁是你二十大一 我二十大一,淘欠 小爷您再说一句 你找谁 我找我二十大一,淘欠 American 坐坐坐 混蛋 还不倒水呢 小爷走一路是渴儿了 知道吗 一下小爷 您怎么不早说呀 您看看 哎呀 不知道 刚才我这个声音是不是 随位大了一点吗 您多有见谅 哎呀 不知道 哎呀 你们二 verdad 真是陶俭 我二大爷偷见 吃吃没吃饭呢 吃 哎呀 见着我逃了个英雄 可不如说刚才我生大的事情好吗 你说了之后 我们整个云子科全死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也应该抬着叫给您送去 但是你有可能你不了解 你二大爷不让先大人靠边 中央无极寨 谁敢靠边 见着就死 所以我告诉你在哪儿 你自己去好吗小爷 好 我走了先出来了 哎呀 我二大爷这么厉害 瞎子流云也瞧见了 孩子们问 怎么样 长见识了吧 还行 那也不成 我也是害怕 为什么 他这是当官的 他怕我二大爷 老百姓未必他怕 老百姓他 我也是不敢去 我是说孩子您跟我一块去 这孩子怎么这么完蛋 你怎么给你爸爸报仇用 你们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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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看 那边不有一个卖离的吗 你去 你到那儿 哪个最大 拿起来 你咔去 你就咬一口 你看他怎么说 他问你要钱没有 问你干什么 我找我二大爷淘去 你看他怎么说 小孩儿 行吧 去吧 到那儿 买个一大堆 哪敢拿一个最大的 挑一个最小的 到哪儿去了 咔一口 谁家孩子这是 问你家人不就吃 他拿着离 我找我二大爷 你找你二大爷 你吃我离干什么呀 你吃我离就找着了 你二大爷谁呀 我二大爷 淘一去 谁 你看你吃这个离是自财 小孩儿 让人拿他这 哎呀 小爷 你看 哎呀 你是淘千的侄子 那也是玩的 哎呀 我这回家我就得烧香啊 淘千 淘老英雄的侄子吃我的离 我说得行 这血上我都得供起来 好不好 拿一个补兜子 我去没有塑料袋 拿一个补兜子装 装了一大豆子 戴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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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 你赶紧去啊 赶紧去 赶紧去 只要找不到你就问 你就找你二大爷 淘千 这就是冲心肉 我赶紧 我去约天下这武林豪杰 咱们又大闹扬州啊 赶紧嘛 吵 飞猫腿 眨眼之间就没了 小孩现在也不怕了 没关系了 点凶别度 吃了几个铃 往前走 见人就问 看事了 我这儿我搭一套去 用小爷这边走 碰见谁都这一套 一路上 畅从不足 所以谁来到了 这一路上倒是没事的 到了中央无稽寨 陶家老寨就坏了 陶清这个老宅子 有四个大门 没有一个人看守 大门全是敞着的 没人可是没人 你想进去 一只飞鸟都飞不进去 八只怪兽看善 南门 两只猛虎 北门 两头市子 东门 两条怪网 西门 两只猫猴 这八只怪兽 那就是陶清的八大金刚 别瞧不懂人眼 那了了得 那说他每天出出进进的 他也不会说话 他怎么知道 这怎么能让人出让人进呢 哎 都有了腰排 老虎也好 猴子也好 蛇也好 一看腰排 那那这这都知道 走 没有腰排 一口就咬死你了 胡三元 胡三元 他这一路上 好 挺好 谁都叫小爷 挺美 到这儿坏了 见不着人 到了南门 哗哗哗 还忙里走呢 定行一瞧 两只大老虎在你趴去 我的天哪 吓坏了 你跟老虎怎么说 我找我二大爷陶剑 老母你咬死你了 他他不懂这回 吓坏 撒腿就跑 老虎他他也琢磨 这次我干嘛呢 没买票吧这是 撒就追 胡三元就撒就跑 吓坏了 其实他要不跑 倒可以了 老虎啊 不会给他咬伤 咱们不动 顶多拿嘴叼着他 交给五老英雄 这倒好办 这也不怨 胡三元 咱们咱们也得跑 吓坏了 赶紧撒就跑 你再跑 能跑过老虎 后边追没有几下 马上就追到 吴三元也聪明 墙外头 长江外头 有一棵大树 他从小练过 别瞧没练过武功 小孩都会爬树 咱们小时候没事也爱爬树 上树 老虎啊 不会上树 你看狗熊能上树 熊猫能上树 老虎不会上树 老老虎啊 传说他 他谁的徒弟 猫的徒弟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啊 老虎的一举一动啊 他就跟猫是一样的 只是他这个体型匹克达 啊 当初就是猫交出来的 交了四年 交他所有的东西 学学位了 老虎 老虎就是洋洋得意了 啊 师父您看我 我现在我能穿你了吗 不行 也就是到二 也就是到二 他说一听怎么着 我学了四年 我才到二 得了 我给你吃了算了 吃了你那 我就是底卷了 一张雪门大 哇就扑上去了 这个猫一头 上树 老虎傻了 为什么人这么传你呀 孙子会上树啊 师父您 您这 您这时候都不教我呀 废话 这时候教你 我早他妈死了 所以这听着是笑话 其实这真是 一般的师父教徒弟啊 都留几手 您拿我们师父 现在留的手更多吗 哈哈哈哈哈哈 让他开心了 虽然咬死他 还气得气得差不多 啊 老虎他他不微生疏 但是 陶谦训练出来的猫 那跟别的不一样 他厉害 他往上算 一蹦蹦好高 竹三圆还害了 他踏着蹦上来怎么办 他就往上爬 老虎往上算 爬到这树的顶尖上了 小树栈上了 哎 承受力他就承受不了了 啊 吴三圆十五岁了 也百十来劲了 我 我往上爬了 海辣了 咔嚓一下 树栈就折了 他那要是掉下来 直接掉到地上 也好办 老虎也不会咬死他 陶谦告诉这老虎 嘱咐了 你不能随便你弄死他 直接给我带回来 什么事情可说就算 可是他呀 没掉到墙外 掉到墙里头了 可巧啊 他掉这个墙呢 是陶家老宅的后院 后院谁住着呀 陶前有一部姑娘 陶彦春 长得漂亮 二十岁 谁的徒弟啊 慈云师太的徒弟 慈云师太 大家看过武侠小说 这老尼啊 太不讲道理了 厉害 啊 非常的厉害 他是他的徒弟 闯荡江湖好几年 南七北六一十三什么 没有能打过他 长得也漂亮 江湖外号 西施女 赛杨飞 画蝴蝶的陶彦春 您就知道长得有多漂亮 画蝴蝶 他还有一个丫鬟 叫陶梅 长得奇丑无比 红锅闷冷 一句人话听不懂 也属不大三粗了 这个陶彦春就喜欢陶彦 为什么呢 一般女孩子就喜欢跟丑女人在一块 能显出自己的漂亮 家里有这么个小鸭蝶 高兴 哎呀好 鸭蝶 鸭蝶对他也是中心往口 姑娘正在院里练鼓了 在后院练鼓了 这五三粗 从树上掉下来 没直接掉在地上 掉在葡萄架上 咔嚓一声 从葡萄架上 再往地下掉这部分被卸了尽了 没摔死 但是浑身都不能动 姑娘正练着舞呢 你挺有想到 她们看看谁 大脚逃门 过来 你瞧 哪来那么野小子 这一定是偷看我们姑娘练鼓 看麻的爪上的掉下来 上去也不由非说 叭叭叭叭 拿个大脚鸭子 咔咔咔就踹 踹这五三粤 哎呀惨不忍不 三粤你瞧这个 丑都没丑女好 那张口就骂 他骂 骂得还打 越打越要骂 越骂打得更厉害 你骂我得了 顺手 把那袜子脱下来 过去啊 吕同志不是说高通四大 没有 粘度的排袜子 脱下来 咔咔咔咔 觉得还有咔哄 你嘴给塞上 江湖外号 大脚逃门 逃美脚多大呀 其实说大也不是很大 也就是这么大 脚趾头 这么大 后脚跟在这儿了 他要穿鞋按现在号 跟姚冰差不多 司马到旋车可就捆上了 过来就跟姑娘说了 小姐 妈又有一小子 偷看你洗澡 你胡说八道我什么时候洗澡了 我练武了嘛 那你练完武 你一会儿不就洗澡 废话都没洗 那他不就下来了 别别别废话 这要帮我往日甭废话 这抬刀就杀了 后院三岁男童 不让进院 假设小孩跑进来了 这就杀 跑彦春长得太漂亮 他说七岁小孩 男孩懂什么 现在七岁也有早熟的 你这吴三元十五岁了 这这一刀下来就杀了 逃门把这个吴三元啊 司马到旋车给拎过来 振多大一拎就就就跟拎小鞋子就拎过来了 往天一扔 拿眼睛这么一扫 人就是这样 一面之缘 哎呀 这一头一次见面呢 这很重要 拿眼睛一扫子 也没敢死去白咧的看 过去男女收拾不尽不尽呢 不像是这么个坏人 这孩子长得很标致啊 他不像偷看我两个的呀 但是这 这这这也也不能放他呀 行吧 小龙教练你弄完了 好 弟弟这吴三元就奔前寨 到前寨之后 一般的前后宅呀 所有的兵兵的楼罗呀 前寨不能到后宅 后宅的老爷丫鬟呢 老妈的仆人不能到前寨去 唯独这桃门他可以随便出路 因为他傻了帮笔子 长得又丑 所以这很多这个小龙啰呀 兵们呢 跟他呀也没拿过他当过女的 无所谓 有点什么事情啊 前面后边就他通风报信 递的这吴三元就奔了前寨了 王爹一扔 王爹一扔 跟老爹一扔 这个我们小姐洗澡 有人看 我这儿 你们小姐吃饱肠 大白天洗澡 我到后来她想起没起 她练舞 练舞有怎么这孩子 她强着看 偷看 有可能看看看着就骗瘫了 咱小姐长得太漂亮了 就强着掉下来了 王废话 拉里扇 祝福三元多倒霉呀 七辛万苦找到二大这淘契 看见了就在跟前想说话说不出来嘴里塞着袜子 放松 这袜子 vå 这二桃门还有咸气 半年不洗脅 哎嗯闻这个味 哇 看一口用翻上来 想吐 einer 咚咚吐 嘘咽下去 哈哈哈 哎喼 我不怕 大熊龍啊 生不如死啊 還這麼倒楣 過來過來 你去去去去 趕緊我上來 低了起來這就奔過去了 啊 行吧 那麼討厭啊 打著羅匪 看著小姐 我來山上這四十多年了沒看著 她看著 生氣了 低了起伏在這 往地上一扔 回去找刀 凡事都這麼巧 她這麼一扔啊 可巧 嘴衝下 一蹭地 就把子掉了 拿刀要殺沒殺 要說謊 別殺我 我找我二十大爺掏肩 你說誰 你找誰 找我二十大爺掏肩 小爺 你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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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會兒 我得揮 揮表一聲 您稍等一會兒啊 這 這不是鬧裡面 趕緊回來 跟掏肩揮表 來 這一位 殺了嗎 還 還 還沒殺 來 把他殺了 皮這麼大 我跟你說為什麼呀 為什麼 他說 他找他二大爺 他找他二大爺 跟著我什麼關係啊 你殺了不就完了嗎 我 我說 說了您的名誉 您別不高興 他說 您是他二大爺 給跌了回來 這時候 繩子就給送來了 到這兒才能跑得了嗎 一看這孩子 確實長得挺好 長空漂亮 白白晶晶 你 哪裏來的? 揚州 具體住什麼位置? 揚州西門外 3階級 儒家寨 你有爸爸吗 说人话呀 怎么那么大啊 我有 有几个 就一个 你爸爸叫什么 拔地玉交手 吴远恒 你再说一遍 我爸爸叫吴远恒 哎呀 一把抱过来 我的儿啊 八十多岁了 一辈子没有儿子就一姑娘 这淘谦跟吴远恒关系最好 没拜师之前 两个人是八兄弟 带了师之后 这面糊 想当初小的时候 就跟着他 特别的好 淘谦咱不说 淘谦的媳妇 咱们必须得提一提 下次就讲到他 江湖外号 铁屁股蛋的刘金炳 十两个铁棒锤 左手七百斤 右手八百斤 加一块就一千五百斤 啊 哪里打电听一下 胡帝手 跟人打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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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一看打不过了 九斤一蹬地 啪就飞起来了 俩棒吹往怀里一步 啪往下一坐 底下那人就成馅饼了 铁屁股蛋的刘金炳 他当初最喜欢吴远行 啊 陶青跟这老伴 一辈子没哄过脸 就打过架 两个人都是武艺高强 啊 除了吃饭的聊天 就一起切磋武艺 啊 相信如宾 好嘛 你看这孩子 哎呀 你赶紧说一说怎么回事 这可让这孩子说了 好家伙 挖子没有了 挖挖挖先吐了几口 已经在这存日了 哈哈哈哈 他这薪水又收一收 就把钱几次 几次输的 怎么多阳洲啊 怎么怎么来呀 怎么点腿这个事情 全说了 说完之后 掏钱了得啊 脾气兴无烈火 急成什么样啊 拉抛屎 叫不三声狗不来 自己趴地就知道 哈哈哈哈 笑这么急 呵呵大胆的凶僧 啊 把我的四师弟腿都点折了 来呀 忌骨壮重 咚咚咚 三十大座 三十六座大赛 七十二座小赛 一百零八赛 听着周生赶紧 一时三刻等不了 甭管你干什么 正睡着笑啊 赶紧找衣服 往上套 有裤衩也套脑袋上了 他 袜子也伸手上了 赶紧 晚一点 当着就死了 一百零八赛的 债主 楼罗 哗 送时间 这全到了 掏钱站在最最头 啊 仲家 楼罗 听清楚了 啊 现有峨眉 凶僧 把我师弟的腿点断 我现你们马上赶紧 每人备一批快马 直奔阳宝城 一路上人不能吃饭 马不能喝水 要撒尿 要拉屎 拉到阔子里头 嗯 一路上见着和尚 见着老道 见着尼姑 割杀孤论 啊 见着秃头的也杀 秃颖的没关系杀 咬得 啊 一生令下如山倒啊 这才引出来 淘千大闹 杨宗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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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